來開始 市長可以講雙城論壇 雙城論壇經過雙方的協定,大概是7月22號用視訊的方式辦理 當然細節的部分,等一下我再請我們的州發言人跟大家講 市長你現在還堅持兩岸家境嗎?那你怎麼看當前的兩岸關係? 在目前台灣的氛圍下你還堅持交流?是不是想嘗試走一條不同的路? 這個我們是不需要一直再重複過去講的話 不過我相信絕對比兩岸一家醜好 我還是相信說有交流才有三一,有三一才有交流 當然兩岸之間一定有一些各自堅持的地方 所以用五個互相來處理 就是互相認知、互相了解、互相尊重、互相合作 有時候遇到困難的時候可以互相諒解,可以把它處理過去 目前兩岸之間幾乎是沒有對話 我認為這是不好的 另外一方面,畢竟兩岸之間清貿關係還是相當密切 在清貿關係這麼密切的狀態下,政治的對抗越來越高 還是不合理 所以我們還是在試著維持兩岸之間可以和平發展 那對抗本來就不好 那如果一直升高這種對抗的局勢,我想是更不好的 這是我的想法,所以我還是主張說 如果在過去的基礎之上,可以維持交流,就繼續維持交流 你說比較重複過去講的話,還是要變成22次嗎? 堅持要辦雙城論壇? 這個是這樣啦,這個應該今年是第11屆 所以雙城論壇已經舉辦,今年如果要辦的話是第11屆 我個人認念應該是第6次 所以既然都已經辦這麼久了,也沒有理由去給它停掉 這六次有台北有什麼樣的成果? 雙城論壇其實是這樣啦,台北跟上海是兩岸之間最先進的城市 特別我們是在所謂的華人文化圈,或者是乳教文化圈裡面 所以很多這種對方處理問題的模式,有更高的參考價值 相對於歐美國家,有時候它的色情狀況不太一樣 其實我們台北市最近要成立大數據中心 還有我們這一兩年來相當大力的在推動數位基礎建設 其實這些很多都是,我們在舉辦雙城論壇的時候 在上海那邊看到比我們台北這邊強的地方 所以人家比我們好地方,我們還是要加速去學習 市訊軟體目前有卡關嗎?Google或是華人? 這個等一下,細節我想還是請周大使來講 針對哪一種你們有不同的旗艦? 雙方都有不能用的軟體 你說不要重複過去的話,是要叫國民黨也要放棄九二共識? 國民黨的事前,國民黨自己去處理的話 市長想要問一下1280的事情 因為昨天已經有去查這些軌跡,但是現在很多人還是在批評 就是說是否不應該去查這些?而且你們自己還有辦過比賽,是鼓勵大家用1280? 1280是一個對原來的目的是鼓勵大家使用公共運輸 特別是有些年輕人住在比較郊區 我說他已經花在交通的時間相當多 兵當在讓大家雙重撥銷,時間花得多,錢又花得多 所以當時這個1280的政策也有助於整個城市的布局規劃 但是這樣,作為政府他還是要管理的 所以我們在實施1280,我們在管理學上叫Outlier 就是那個很特殊的案例還是要查 結果一查,就抓到了七個公車司機 在刷1280,在賺那個兵當有的利益 所以對我來講是這樣,制度還是實施的,好的政策也要實施 但是政府還是必須管理 所以我們是給你方便,不是叫你隨便的 市長,你昨天說朝著選總統這個步調在前進 那你認為你2024會比2020還有勝算嗎? 市長,我們常常是這樣,不要去考慮說個人的勝敗 應該考慮怎麼做對台灣是比較好 我也明白講,要當總統還要好好學習 要準備的工作相當多 市長,你現在很多動作都被解讀,實在哭哭 包括大巨蛋,人家選擇你是在清理戰場 昨天首次出席葛特曼,也被解讀,可能是在搶副官 葛特曼那個是這樣,我以前就告他 有時候你去查資料 該告的還是要告,這個也不是昨天才去告他 特別是這樣,葛特曼那個實在是,有時候越想越氣就是這樣 你2014年就答應說,你將來出新版的時候一定會修正,結果也沒有修還拿來搞政治操作,這個不告他怎麼可以 大巨蛋是這樣,該處理還是要處理,你總不能一個蛋爛在那裡 所以對我來講,我都不會把它當作是政績,我是來散貨的 市長,你昨天晚上的臉書有... 還是一樣啦,剛才講過台北跟上海還是兩岸最先進的城市 還是可以,彼此還是可以學習 我也覺得上海在...我每次去上海看,還是看到很多該學習 像我就講過嘛,我們的數位基礎建設跟大數據中心 還有一些我們在智慧城市的做法,很多都是去上海看過以後才下定決心要做 其實我們這次還有一個題目,叫做那個區域治理 因為長三角辦公室,長三角辦公室也可以給我們首度生活圈的運作 給一些啟發 所以是這樣,我常常說,學習嘛 他有比我們好一點,我們還是要學習 市長,你2015年陳軍首爾拜訪首爾市長,有沒有聽到他的消息會不會覺得很震驚? 其實我上次去2015年去拜訪胡元純的時候 他是一個人權律師,我覺得他很nice的人 講話也蠻客氣的 但是看到那消息嚇一跳 畢竟是認識的人怎麼會自殺 我還是以醫生的立場,不管遇到什麼困難 不要自殺 拜託,我們當醫生要救一個人多困難 我們自己把自己幹掉 市長,你昨天晚上的臉書有貼新據點 但是問題他現在又被安檢不合格 我們活動開始囉,謝謝